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們很久沒錄 YouTube 因為忙嘛 很忙啊 我們最近做了什麼呢 我們就除了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每隔一個星期四做的 Sound Buff 之外 跟String to Heal 和Luca 合作做一些鼓樂圈 以及做一些 Sound Buff 有不同元素加進去 大家多點留言我們的Facebook 沒錯 知道我們有什麼活動 或者說回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就是氣場 繼續 我們上次錄完氣場就答應了大家 第二集應該是教人怎樣看氣場 那我先分享一下 其實我真的去學看氣場的 就是很多年前去做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整件事很有趣嘛 我記得我入了一個班房 老師是一個外國人來的 他說教我們看氣場 我最初都半信半疑地走進去 雖然我一支有氣 我說過我的手感覺也有氣 我覺得很興趣 很好奇這件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為什麼這麼大塊東西在手中間呢 於是我就去學看了 看到它原來怎樣看法呢 就是原來一個暗暗的房 有一點點光 就可以看了 那一開始的時候就要看手指 就自己看自己的手指 那如果你有呢 譬如現在的朋友有興趣的話呢 你也可以試一下 如果你有一個黑色的底 有時候可能電外黑色的底 那你可以放在手上去上面 那有些光線 是反映過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不知道為什麼旁邊好像有一個胸一樣的 那其實 不是眼花的 不是眼花的 你不要以為自己是眼花或者是眼蒙 我們幾十歲都不覺得是蒙 那這裡就是有一個氣場 其實那個就是氣場來的 其實很簡單來的 科學在我的解釋下 我一個很科學的解釋 其實人是會發熱的 那其實那是熱能來的 都是一個熱能 這就是我們的熱態體 最近身體那裡 那我們在說 如果我們發出來的熱能 能量好的時候呢 是不是這樣會比較光一點 所以我們的熱態體 那你的身體真的健康一點 那也等於你的人是開心一點 你開心的時候也會光一點 這個是很自然的事來的 就是會是這樣 然後他就除了看手指之外 那他就叫我們一組一組人 就走在一起 放在一手 在這個 就是放在一起 就不是太… 就是坐在一個圈那樣放在那裡 你會發現三個三位一組的時候 會發現 怎樣 我們有一條用線頂著 那 も問題 是本当耶 で 電腦上二周 我們好像《音色冷卻》 你們會看到這條線上黑 這件事很好玩 有興趣 Cast 大家跟朋友試試 最重要的是暗暗 那些底色有點黑暗 比較容易見到 那你就會比較容易看到 然後它第三個方式就是教我們去看一個人的氣場 這個人的氣場就是用一個深色底的膜 然後你可能放一塊布在後面 然後你站在前面 然後你看一下這個人 你會發現有一個空在旁邊 那個其實就是我們最基本看的意態體 就是最近身體的氣場 那你會發現 是啊 我又分享一下 就是看書 我看書的時候就說這個安倍的家族 他們就是陰藥師 很有名的 就是日本 他們一路一路相傳 去到近代就有一位就出了一本書 那他就是小時候說他爸爸怎樣教他去看氣場 那他就說他爸爸只是指了他的河邊 他就說你看著那些水 你看到那些水的氣 你看到那些水的氣 那你就為之學到了這個範疇 那他最初就覺得 就是爸爸你是不是玩我呢 就是在那邊看遙河那做什麼呢 那但是他說呢 就是因為他們是這麼多代一路傳下來 那你都要做的那樣東西 你是個接班人都要做 那他就坐在河邊 看了一天 一定不知道兩天 我不太記得 總之他看了一段時間 他就說突然間他就不明白 他爸爸說什麼 他就看著看著他發現 原來那些水是真的有個氣場在那裡 那他就開始發現其實很多東西 所有東西都有個氣場 或者我們說回 我們剛剛對上那次 學這個抗大熱語法 的時候 我們因為 就將那些已經 鼓勵了的抗大熱語法的精油 我們的分析草精油 我們就做了蠟燭 找朋友幫我們做了兩支蠟燭 那其實發現一燒的時候 是很明顯看到那個紫色的氣場 因為本身抗大熱語法 就是講紫色火焰 violet flame 那我們就發現 原來就是連我們的同學 剛剛上課那些 一點了他們都很明顯 是看到一個紫色的空在那裡 那所以其實真的 每樣東西都有個氣場在那裡 是啊 記得我們那時候 其實學靈氣的時候 老師也有教我們看氣場的 我們其實有些事情 就是說當我們知道那件事 其實就看到的 就算我們現在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因為現在那些科技這麼先進 那些鏡頭也很漂亮 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我已經看到Maisy的氣場 是啊 我們也看到自己的氣場 所以我們有時候說 看照片也看到 我們那時候學靈氣的時候 講回學靈氣 就是那個同學 有個同學說 哎呀撞鬼了 Karen 我們現在學完 看氣場之後 我通道什麼都看到氣場 我其實是不是眼花呢 這樣 梳化也有 電腦也有 其實所有東西都有些氣場在那裡 不過呢 可能人的氣場比較複雜 因為我們有個 有不同的level 我們可能有些情緒體 理性體 很多 以太模板體都有 我們就是在有很多 有七個level的氣場 就是general的來看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用肉眼看 是不是 肉眼看得到 當然我們 另外 當然也有些儀器 可以看到aura 對 對 有些相機 對 相機 其實我們現在也有玩一個 有玩一個 對 一個機器 可以查到aura 但有機會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問一下我們 我們可以分享一下 除了肉眼 還可以怎樣 還可以摸 摸到的 如何摸氣場呢 OK 其實我們會做一些 我們叫做音頻的治療 我們用音叉來處理 修復氣場 我們叫修復氣場 我們就會知道氣場在哪裡 還有摸一下氣場有沒有問題 怎樣摸法呢 對 譬如我們這隻手 是我們要治療的人 我們在上面 一直下來的時候 你會發覺有一個位置 是有輕微的 浪一浪的 道氣在那裡 好像空氣一樣 有一層東西 剛剛有一個卡位 好像比較 彈一下彈一下 你又不可以一下子下去 那那個就是一個 然後去到第二個層 去到那個情緒體 我會看到 我會感覺到這裡 又是有一點點東西 在那裡 阻礙著我 阻礙著我 那你就會感覺到 又是會感覺到 這個你可以和家人試一下 我覺得 這個就要 我們那時候 就是有位同學 躺在我們前面 那我們就一直這樣按下去 其實我們 我自己說回 沒按之前 我都覺得是不是 就是 行不行的 但是原來 到你真的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 是真的很有趣 去到某些位置 你就會覺得彈一下彈一下 當然不是說 真的 很厲害 但是 你細心一點 你真的會覺得 它會卡一卡 那你就 那個就是一層 你再下 我現在摸自己 我都一直卡 就有一層這樣 大家不要介意 Maisy 是有一點 變成透明的 哈哈哈哈 因為那個背景問題 所以 我們可以用幾個方式 這兩個方式 主要是用這兩個方式 有些人 甚至可以用肉眼看 很多層 不過我們 一般都會看到 第一層就最容易看 之後那些可能 就未必是用肉眼看 其實是感應出來的 是 那個是一個內在的感應 那個人是甚麼顏色 那個情緒是甚麼顏色 那個靈性體是甚麼顏色 那個是一個內在 我們真的感受到出來的顏色 是的 基本就是這兩種 是這兩種方法 其實就是 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 想試一下 想體驗的 可以跟我們聯絡 或者發聲給我們聽 留意 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開一個班 和大家玩一玩 好 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